这里是安大略省非常有名的滑雪圣地 高利物的 旁边就是大名兵的蓝山 我的后面就是蓝山度假场 这边并不是滑雪的季节 这边是修轮途 中途停一停 吃个饭休息一下 过来看一下 非常漂亮的这个地方 这里是内湖的一个码头 可以直接把船从这里开下去 对面就是修衣湖 哇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我去看一下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非常的漂亮 今天的风起是不小了 看这个波涛熊的感觉 一眼望不到头的修轮湖 其实非常的壮观 来看一下内湖 把很多的小码头 很多的游船停在这里 倒映在湖水里的白云非常的漂亮 相比之下 这个内湖就显得非常的宁静 安逸 一片祥和的感觉 坐一坐 走一走 非常的舒服 这两个鸭子 真的算是乘风破浪的在过来 其实现在的风浪很大 给大家听一听 这里在很多年前是当地 甚至安省都非常出名的 一个水上货运中心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里早就斗转心意 龙光不在 一直往前走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湖岸的最顶端 这里是修轮湖的一个弯口 这里是修轮湖的一个湖弯 从这个角度一眼望过去 非常的开阔 可以称得上是波涛凶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指南针 它除了东西南北 甚至还有东北西南 非常的精确 其实在这种湖湾里 水够深也够开阔 但是相比之下 又没有外湖风浪那么的大 所以在这种地方 就非常的适合 去玩一些像摩托艇 游艇 翻船之类的项目 顺着湖岸继续往里走 很多人在这里坐一坐 吹吹风 还有吃野餐的 很不错的一个周末好去处 刚在内湖的岸边 还有很多人在这里游泳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泳的地方 这里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 非常著名的蓝山滑雪城的所在地 Callingwood的小镇 想来游玩的朋友呢 可以做一下参考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